少女身体发生诡异变化 先是脚趾头发生粘点 随后双腿欲轻长出鳞片 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生吃鱼肉 女孩到底怎么了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青春少女残酷蜕变的故事 我心未来 因为父亲找到新工作 15岁女孩米亚跟随父母搬到苏黎市郊去 正出青春期的她敏感躁动 和父母关系也陷入贫静 对于这次搬家米亚似乎很不开心 也许是这个年纪就有了叛逆 在新学校里 米亚会主动拿上不良学生 放学回家 米亚将自己关在房中 母亲担心过来询问 却被米亚直接退到地上 事后面对父亲责骂 米亚感到愧疚一言不发 渐渐的 米亚感到身体也有点不对劲 浴缸里的鱼 莫名吸引着自己 大半夜经常被咳醒 就连上学路上 都有一只流浪猫跟着自己 宛如嗅到了鱼心味 这天放学 米亚遇见不良少女团体的老大 吉安娜 相比其他人 吉安娜似乎对米亚很感兴趣 邀请她加入小团体 一行人来到吉安娜家的豪宅 看着这些肆意张扬青春的女孩 尤其是典型白富美的吉安娜 米亚的心里不免羡慕 为了尽快融入这个 并不适合自己的团体 就连其他成员 都不敢尝试的成人游戏 米亚也十分配合 但她自己尝试后 竟也感受到一股快感 就像在大海中遨游 同时内心产生了一种莫名冲动 回到家 米亚成父母不在 抓住鱼端里的鲸鱼 直接省吃 恢复理智后 她自己也吓坏了 又将鲸鱼吐了出来 未来看起来更像不良少女 米亚不仅学会浓装艳抹 还学会了跳舞 不良少女团 其实家庭都不困难 但为了彰显个性 他们经常翘壳逛街 去上场偷东西 为了和群 米亚也跟大家一起行动 要是被发现了 他们就疯狂逃跑 脱险后 便在天桥上喝酒庆祝 如此疯狂的行径 挑动着米亚兴奋的神经 不久 米亚出巢的到来 让她有些惊慌 然而 让她猝不及防的事情 并不惊吓于此 她到时 她惊愿地发现 脚趾竟然都粘粘到一起 米亚害怕地回到房间 此时 母亲因为金鱼 无故失踪的事 来询问米亚 总不都说 鱼被自己送吃了吧 米亚只好告诉母亲 金鱼被她冲进马头了 花音刚落 就挨了母亲一耳光 这让米亚更加郁闷 因为这个事 拒绝在米亚修学旅行申请书上签字 而不安的米亚 独自巧克 举咨询医生 可医生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厚挺病治的 用戒脚趾间 还长出了一层薄膜 后来做检查时 米亚因为害怕 投入了医院 夫妇不爱 身体欠佳 这一切都让米亚 深深绝望 她甚至怀疑 自己不是爹妈亲生的 回家翻相册 结果找不到一张 母亲怀孕时的照片 米亚只好当面质问母亲 为何自己和父母 长得一点也不像 母亲并没有回答她 而是吐槽 是不是学校作业太少了 赶紧写作业卷 母亲的反应 让米亚更加焦虑 随后她从超市 买来剪刀和纱布 准备把粘粘在一起的脚趾剪开 此时她的大腿 也开始出现瘀青 三千万人发现 米亚只好用粉底液遮盖 忍痛完成这一切以后 米亚假装啥事也没有 在学校里 继续和不良少女们玩耍 晚上 米亚参加了不良少年团的聚会 杰娜各种放纵 很快就烂醉如泥 米亚将她带回自己家安顿 到这儿米亚父亲没有签字 杰娜帮她在申请书上伪造签名 然而旅行过程 并没有米亚想象中顺利美好 她的身体一直都在发生变化 运青似乎站满她的双腿 同时伴随着运青增多 米亚还会产生一种溺水的晕眩感 这种感觉让她忍不住呕吐 旅行结束后 米亚发现手机上有很多未接电话 全是母亲打来的 回到家里 父母都已经在等着她心事问罪了 责怪她不该没有得到允许就去旅行 甚至想让她接受心理治疗 父母的不理解让米亚很伤心 那天晚上 米亚感到身体燥热无法入眠 最后脱掉衣服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等到醒来已经是天亮了 眼前的景象再次震惊了米亚 只见地板上出现了很多皮屑 全都是她从大腿上退下来的 米亚下意识将这些皮屑藏在床垫下 之后强装淡定去上学 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异常现象 自始至终 米亚对父母都知己为疲 生物科上 老师为介绍鱼的身体构造 并将一条鱼解剖 下课后 同学们纷纷离开实验室 回头米亚迟迟不愿离去 看着实验台上 被挖出内脏的死鱼 米亚再一次吃购 开始大口私咬 父母因为要参加一场婚礼 需要离开一段时间 独自在家的米亚 终于能为所欲为 看着鱼缸中已经新买的鱼 让她一次吃到饱 晚上 不良团队在湖边举行派对 米亚受邀参加 心情不佳的她 独自喝着梦酒 不料意外发生 吉安娜因为喝醉 不小心溺水 完训后 米亚毫不犹豫 一头扎进水中 朝湖底深处游去 在吉安娜即将溺毙的最后关头 带她成功上岸 但很快米亚就意识到 自己身体又产生变化了 来到卫生间 撩开上衣 腰间部位 竟长出类似鱼腮的器官 趁着大家都在外面玩耍 她悄悄躲进房间 此时她的腿已经呈现青黑色 上面还长出了鳞片 米亚人狠话不多 直接用镊子拔掉鳞片 不过这一幕 却被吉安娜看在眼里 米亚喝止她离开后 则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绝望的她 重新化好妆 回到聚会现场 米亚开始放纵自己 尽情喝酒 稀释毒品 更在情欲中 不断迷失 吉安娜赶来 劝她冷静冷静 结果不小心 说出米亚腿上有伤的事情 不明真相的男孩们 为了看热闹 强行脱下米亚的裤子 当看到她诡异的双腿后 便大骂她是怪胎 米亚从派对现场 仓皇出套 回到家里想自杀 更好后的米亚 晕倒在地上 可她却没有死 等她醒来 发生了更不可思议的事情 她的双腿 已经彻底变成鱼尾 米亚尽全力 爬进浴缸 在水中 米亚体会到了 前所未有的放松 她任由浴缸里的水 不断移出 很快 家里就成了小池塘 此刻的米亚 终于意识到 自己最应该去的地方是哪里 她鼓足勇气 打电话给杰安娜 杰安娜看到 变成人鱼的米亚 吓了一大跳 但米亚毕竟救过自己 所以这个忙 她还是要帮的 杰安娜招来一辆车 带米亚来到海边 途中 米亚给母亲打去电话 为曾经的任性妄为道歉 和杰安娜做完最后道别 米亚便朝着大海移动 最终游向大洋深处 影片讲述了 一位美少女 自我堕落的青春 一次由人变为人鱼的蜕变故事 虽然让人感觉奇幻 却也照应现实 青春成长过程中 总有一些苦痛和伤口 难以言说 可与其让自己陷入迷茫与挣扎 倒不如和身边的人 倾诉烦恼 这样才能更好地成长啊